看到歌手林佑佳和丁文琪两人才刚登记结婚 现在各忙各的事业据少离多 但是就有平面媒体直击 说丁文琪现身在自己开的咖啡厅当了老板娘 可是相当尽责的 忙进忙出了十多个小时才回到家 只不过说丁文琪的素颜看起来是有些憔悴的 那么成为新手人妻 恐怕还是需要老公林佑佳好好的多加关心 歌手林佑佳和丁文琪两人才刚登记结婚 最近各忙各的事业据少离多 就有平面媒体直击丁文琪九号现身 自己开的咖啡厅布店 只不过素颜眉化妆打扮不素 丁文琪皮肤看起来有些蜡黄 还有一点黑眼圈 跟昔日甜美形象不太相同 只见她凡事亲力亲为 不但蹲在门口整理直栽 还在吧台忙进忙出 从中午十二点一夜一路忙了十个多小时 才跟咖啡厅员工说拜拜 之后独自开着老公林佑佳坐车 返回内湖住处 因为虽然工作很繁忙 当然就是生活家庭也要顾嘛 所以只是说其实后来发现 其实筹备婚礼是很繁琐的 所以也真的敢进入当中 丁小姐有忘婚的感觉 不是吗 真的耶 我觉得是真的好像有 还没办婚礼先登记 真的是在感进度 林佑佳先前还孝任 老婆丁文琪有忘夫运 只不过她行程满档 不但忙着海外跑通告 四月又要公蛋开演唱会 看来小两口的婚宴和蜜月 恐怕还得正时缓一缓 丁文琪身为新手人妻 也只能自立自强 记者最后的报道